印度陆军来到查摩克什米尔冲突区 在阿克努尔森庄里举办特殊医疗营 为这些因战争失去丈夫的女性疫症 并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希望给予情感和道德上的支持 陆军不仅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 还向这些妇女的勇敢和牺牲表示敬意 营队的辅导员也为妇女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 来分享她们的经历 协助她们克服悲伤 让更多妇女们来到这重拾希望 武装冲突区的男性成了军事上的牺牲者 留下孤立无缘的妇女们 面对失去丈夫的心理创伤 还有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 加上社会及家庭的边缘化 根本难以获得协助 特殊医疗营提供各项检查的一系列服务 包括普通科 妇科 骨科 让妇女们能获得全面的医疗保健 一路路军阻的证明 对士兵家属福利的承诺 确保劣势家属不会遗忘 也希望借由活动培养社区意识 把大家聚在一起相互支持联系 这一社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